各位朋友大家好 昨天第二次中美高层会谈 也就是中美天津会谈结束了 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离开天津 留下了一地鸡毛 让习近平欲哭无泪 为什么说习近平欲哭无泪呢 因为这就涉及到这次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到天津来 他主要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当初外国媒体都报道 美国副国务卿到天津的目的 最主要的就是为了给拜登和习近平的首脑峰会来铺路 因为人们都很清楚 在中美关系当前如此紧张 双方立场如此对立的情况下 要指望副国务卿到天津来 就能把这个中美关系的矛盾给解决 能够改善中美关系 显然这是非常不现实 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这次副国务卿谢尔曼到天津 唯一可行的成果 就是来商议拜登和习近平 进行一个首脑峰会 为这个峰会做计划 做铺垫 如果这次希尔曼的天津之行 能够在习近平和拜登的这个拜习会方面取得进展 就是一个最好最好的结果 因此在美国国务院7月15号宣布 说副国务卿谢尔曼的东亚之行不包括中国之后 外媒首先想到的就是 那谢尔曼取消了天津之行 大概也就是拜登和习近平的拜习会 也就告吹了 泡汤了 我们回顾一条今年5月份的旧文 5月20号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在冰岛举行了第一次美俄面对面的部长级高层会谈 当时外媒就评论说 鉴于美国和俄罗斯当前紧张对抗的关系 这次会议取得直接成果可能性不大 但是将为美俄两国领导人的峰会来铺路 美国拜登政府上任之后 在3月18号就安排了国务卿布林肯和北京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 这么一个部长级的高层会谈 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部长级会谈 是安排在两个月之后的5月20号 由此可见 当时美国对北京的态度应该说比俄罗斯的态度还是更加友善一些 如果是杨洁篪没有在那个阿拉斯加中美高层会谈上发飙 没有狂吼什么中国人不吃这一套 现在中美关系应该完全是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格局 那么在美俄关系紧张的情况下 5月20号美俄第一次部长级的高级会谈 双方有没有火花四箭谈得吵起来了呢 5月20号美俄第一次部长级的高级会谈是一个双方闭门会谈 秘密谈了两个小时 本来是计划谈一个半小时 估计双方谈的气氛还是比较好的 所以延长到了两个小时 在会谈结束之后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普都说 这次会谈富于建设性 为拜登总统和普京总统的美俄首脑峰会铺平了道路 所以我们就看一下当时的新闻报道是怎么说的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 我们之间存在分歧不是秘密 尽管存在分歧 美国和俄罗斯可以在多个方向展开工作 如果俄罗斯和美国的领导人能够共同努力合作 我们的人民和全世界都将更加安全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 我们对国际局势的评估存在严重分歧 让我们弄清楚两国总统的意愿 以及我们接下来怎么做 作为外事人员 我希望普京拜登两位总统能够确定路径方法 进一步改善俄美关系 所以说我们看今年5月20号 美俄第一次部长级的高级会谈 其实在其他方面也没有任何的具体成果 唯一的成果就是为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首脑峰会 做了铺垫 如果那次美俄双方是谈崩的话 那俄罗斯外长对美国国务卿发飙说什么 美国坏事做绝 俄罗斯人不吃这一套 那这样就肯定不会有一个月之后的美国总统拜登 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瑞士的首脑峰会了 其实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这次到天津来 举行的这个第二次中美副部长级的高层会谈 应该说在线5月份美俄部长级高级会谈那样的一个状况 就是双方在其他方面也不可能取得什么进展 唯一的可能的成果就是为拜登和习近平的首脑峰会来铺路 因此在这次的中美天津高层会谈之前 外媒就纷纷评论说 此次美国副国务卿访华的最重要议题 应该就是为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主席习近平的会晤铺平道路 那么这次中美天津高层会谈上 那拜习会这么一个最重要的议题 双方谈的结果是怎么样了呢 根据美国白宫发言人沙奇在7月26的 白宫简报会上说 副国务卿谢尔曼7月26号在中国天津会见 中国副外长谢峰与中国外长王毅 本次天津会谈的议程并未谈及 拜登与习近平会面的问题 也就是说呢 本来这次美国副国务卿到天津去的最重要议题就是要谈论或者讨论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主席习近平的这个首脑峰会的问题 为这个问题来铺平道路 可是结果却是呢 双方根本就没有谈到拜登和习近平见面的问题 也就是根本就压根没有谈到要举行中美这个首脑峰会的问题 那么这一次北京外交部副部长谢峰对美国人发飙说啊 说美国坏事做绝啊 把话都做到这个份上 火药味都这么浓的情况下 那美国副国务卿显然也没有办法和北京再来讨论什么拜登和习近平见面的问题 所以等着中美高层会谈结束之后 习近平又后悔又傻眼 因为他和美国人发飙啊 等于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甚至芝麻还没捡到 错过了这次机会 习近平在今年之内和拜登这个首脑峰会啊 基本上可以说遥遥无期 从三月份的中美阿拉斯加会谈谈杂了 到这一次的中美天津会谈又谈杂了 我们可以看出来 习近平根本就没有搞外交的智慧和能力 如果有搞外交的智慧和能力 这两个会谈都搞砸了 那是不可思议的 那么现在中国在习近平这个外交思想的指导之下 结果是搞得越来越遭到全世界的反感 越来越被全世界所孤立 所以习近平他也不懂什么叫外交啊 更不懂搞什么样建设性的外交 那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就看一下最近的一条新闻 就是7月14号美国的总统拜登的气候特使叫克里 他就去访问俄罗斯 他在俄罗斯受到的待遇和在中国受到的待遇是完全不一样 今年三个月前的4月14号 美国总统拜登的气候特使克里是到中国访问 而三个月之后7月14号 美国总统的气候特使克里才去访问俄罗斯 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来 当时美国对北京的友善还是超过了俄罗斯的 可是北京完全没有接受美国这份善意 气候特使克里在中国受到的待遇 跟俄罗斯那是大不相同 因为总统特使那是非常重要的人物 一般都会得到一个高规格的接待 但是北京却偏偏要冷落美国的总统特使 所以我们就对比一下 美国总统特使克里在中国和俄罗斯得到什么不同的待遇 4月14号美国的气候特使克里是访问中国 只是到了上海他都没有进北京首都北京 可是7月14号美国总统的气候特使克里访问俄罗斯的时候 他直接就被请到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了 作为外交的惯例邀请到首都访问 那就是高待遇 没有请你到首都 那就是低待遇 所以美国总统的气候特使访问中国的时候 只到了上海 没有到首都北京 而克里到俄罗斯访问时候 马上直接就进入首都莫斯科了 这显然俄罗斯是给了美国总统特使克里是更高的待遇 我们再看美国总统的气候特使克里访问中国时候的对接官员 他是中国的气候官员谢振华 外交部长王毅都没有见克里 可是克里访问俄罗斯他的对接的官员 就是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克里在俄罗斯受到了隆重的接待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亲自陪同全臣接待 这样在于和克里在中国受到那个冷遇 在上海受到的冷遇可以说是天壤之别 那么美国总统的气候特使克里访问中国期间 他得到最高级别官员的所谓的会谈或者会见 就是政治局常委韩正跟他进行了一次视频通话 可是克里访问俄罗斯的时候 俄罗斯总统普京亲自和克里进行了视频通话 所以克里在俄罗斯真是遭到了非常高的待遇 普京是亲自和他进行视频通话 那相比之下克里在中国受到的冷遇那就差太多了 那就是说完全太冷淡了 作为一般的政治常识 总统特使和总统的关系那是非常密切的 他就是总统的亲信了 他在总统身边是可以说得上话的 对总统是有影响力的人 所以一般总统特使出访其他国家时候 都会得到高规格的待遇 因为大家都知道总统特使回国之后 他说你的好话还是说你的坏话 他对总统的影响力可是相当大的 美国的拜登总统的特使在俄罗斯 他是受到很隆重的接待 在中国又受到相当的冷遇 从感情上来说 这个气候特使克里 他也会对拜登说俄罗斯的好话 他不会说北京的好话 所以我们看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也相当的对立 对立程度其实也不比中国好多少 但是俄罗斯搞外交 他还是非常有智慧的 不会像北京那样搞战狼外交 发脾气外交 把本来还是不错的外交形式都搞砸了 因此我们从整个的情况来看 当初拜登政府其实给北京的待遇 还是在俄罗斯之上的 结果搞成这样的结果 就是因为北京战狼外交自己给搞砸了 现在北京是忍不住破口大骂美国 说什么坏事做绝 这是他们恼羞存怒 破罐子破摔的反应 在7月28号 美俄将在瑞士日内网 举行新一轮的战略稳定对话 这次美国领队的就是副国务卿 希尔曼 俄罗斯是外交部副部长 黎尔布克夫 他们两个人进行面对 对美俄战略稳定问题 进行一次高级别的会谈 我们可以估计 这次美国副国务卿希尔曼 肯定不会遭到俄罗斯方面发飙 说什么美国人坏事做绝这样的事情 所以在感情上 那美国副国务卿希尔曼 和俄罗斯打交道 和中国打交道 进行一下对比 他只能对俄罗斯有好感 对北京没有任何好感 所以北京这样对待 美国的副国务卿希尔曼 你也不要指望希尔曼 今后会对北京来说什么好话 现在北京在全世界是越来越遭到反感 这就和外交部战狼发言人赵立坚 有直接的关系 可以说西方国家没有一个不讨厌赵立坚的 只要北京把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给撤换掉 不能说很大程度改善和西方的关系 至少小程度的改善和西方的关系还是可以的 就是说表示北京他有反省之意 可是现在北京偏要重用这位 让西方国家人人讨厌的赵立坚 也就反映出习近平简单粗暴的外交思维 这就是凡是敌人反对的 我们就要拥护 凡是敌人拥护的 我们就要反对 西方国家越讨厌赵立坚 习近平又越喜欢赵立坚 就越要重用赵立坚 所以习近平这样子的外交思想 只能让北京在世界上更加的被人们都反感 总而言之 这次中美天津高层会谈的结果 肯定让习近平又是后悔的欲哭无泪 因为本来这次中美天津会谈 就是要谈习近平的事 这是一个习近平和拜登举行首脑峰会 是一个最大的话题 最重要的话题 怎么能把这个话题给弄砸了呢 结果呢 北京还非要把这个话题给弄砸 北京非要在会上和美国人发标 就是让本来已经有希望举行的 习近平和拜登的首脑峰会又泡汤了 自从疫情以来 习近平还没有受到过任何出访的邀请 也没有见过一个外国的领导人 这就让习近平这位所谓大国领袖 大国崛起 元首外交 他的面子往哪放呢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明天见